佛说奉王经,菩萨心理品,了宫慈悲,奉让和尚慈悲, 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请翻到会节79月 上会节的上天79月 我们在这之前把奉王经菩萨界的十条仲介已经说过了 那么并且在总结的时候 也说过就是总劝学词 劝大家对于这十条仲介应该好好的来学习指词 那么对于每一条介每一条介都应该守护的 非常的严谨 不能一一换如微尘许 我们上一回这么说 每一条每一条介都不要 有如微尘许那么一点点的过失 也不要换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79月的这一课前面的就是初举得失 举得失这一课 就是如果换戒的话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那么我们这一课呢就说 若有患者不得献身发菩提心 亦是国王位转伦王位 亦是比丘比丘尼位 亦是十花去十张仰十金刚十地 佛性常住妙国一切皆是 多三恶道中二节三节不闻父母三宝明智 以事不应一一换 这一课就是说 若有患者 如果受了菩萨界的菩萨佛侍 他对这四条仲介 有所悔患的话 那么有所悔患这个因 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 下面就说 不得献身发菩提心 那么他现身呢 就不能花起菩提心 那么这个现身呢 依照廉尺大师的解释 就是指这一生 这一生 那么未来生那就不一定 或者是 或者是在未来生他又不记得过去了 那又受戒 又得到 又来造菩萨界来支持 也都有可能 所以这一个不得花菩提心是指现身 现身不得花 那么现身为什么不得花菩提心呢 因为他悔患了这个十条戒 就失去戒体了 跟他的本来的四愿相违背 他本来受着菩萨界的时候 花菩提心 他就花一个四愿 说要以着菩萨界来行持 他现在悔患了这十条仲介 或者失戒体 跟他的本来的四愿相违背 所以他原来花的那个菩提心 就被他违背了本来自己的四愿 所以就没有了 就不得 现身就不得花起菩提心了 或者在十条仲介当中 我们有那个忏罪法门 如果他 如果他依着忏罪法门来忏悔清静的话 再恢复戒体 当然依着参罪法门 他喝着这个菩提心 又可以发起 不过这里所说的 就是说有患 没有忏悔 因此失去戒体 那么跟他的本愿相违背 所以就不得现身花菩提心 那么下面就说 义士国王位 转伦王位 也失掉国王的位赤 或者是转伦王的位赤 那么这个依照我们 廉士大师的解释 就是在解释的第二行 国王转伦王者 这是世间尊贵之位 就是世间最尊贵的位赤 就是国王位或者转伦王位 世间以王为最尊贵 那这就表示说 世间最尊贵的都已经失去了 那么其他的 其他的种种善罚 也都会失去 那底下在说 那底下在说 医师比丘比丘尼位 那么这个比丘比丘尼位呢 依据廉士大师的解释 就是初世间高善的这个位赤 初世间比丘比丘尼位是 修初离三界之华 所以这个是初世间的高善的位赤 那这个比丘比丘尼位呢 也是要由这个界 由菩萨界体才能修行 那么现在他悔患了十条界 就没有这个菩萨界体 所以也就失去初世间 这边的比丘比丘尼位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跟那个 就是他如果违患了这十条仲介 他就不得再出生为人 就是患了十条仲介 可能就要堕落到三恶道 因此这个国王位 转轮王位比丘比丘尼位呢 这个人道的这一些位赤呢 他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得到 所以就通通失去了 一失十花去 十张仰 十金刚 十地 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 三弦十地的位赤 三弦十地的位赤 十花去 就是十柱 就是十柱位 十张仰 就是十行位 那么十金刚 也就是十回向位 那什么叫十柱 十行十回向呢 依照廉子大师的解释 就是在花言解释的第四行 第四行说 心地不迁于恶即住 所以这个住呢 十住就是说 他开始向着三弦位来修行 所以住于善地 他不会向恶 所以就心地不迁于恶 这就是住 那十行呢 就是心地能为诸善 心地能够行种种善法 这就是十行 那么什么叫十回向呢 就是心地持敏众生 就是他的心地 都是向着利益众生 回向众生 这一方面 所以称为十相 这个就是三弦地 三弦十 在我们的菩萨界呢 把这个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让三弦位呢 称为十花去 十掌养 十金刚 那他的内涵是一样的 那么底下这个十地呢 十地就是十圣位 十圣位 那这个十地位 当然也是由戒 由菩萨界 见识的修行才能达到 那么现在他 悔患了这十条宗戒 失去菩萨界 所以三弦十地位 也都没有办法达到了 那么乃至于最后的 佛性常住妙国 一切皆是 到最后这个 佛性常住妙国 那佛性常住妙国呢 这个佛性就是 佛性就是我们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那可是众生有佛性 这个是理极佛 理极佛的佛性 那众生还没有修行呢 那个佛性只是在 在心地里头 那就是被 被种种的贪生之 环绕乌云所覆盖 不能显现出来 那么建制的修行呢 最后成火了才能够把那个 本源心地的那个佛性光明 完全的显现 那如果达到了佛国呢 它那个本源心地 就是在众生不减 在佛不争的 这个本源心地的佛性 已经成火的时候呢 就完全开显出来 所以到成火的时候呢 把那个清净的法身 才能完全地显现 所以这个佛性 依据显守国师的解释 就是佛的法身 清净法身的结果呢 已经成就了 也就是成就了法身佛 就是信德跟修德 完全合而为一 所以就是佛的法身 法身的国 法身的佛国 那下面的那个妙国呢 下面的那个妙国 就是指的报身佛国 这个妙国是指的 依着三弦十地 见识的修行 那么修行 一切功德圆满了 那智德也圆满了 断德也圆满了 所以就成就了 圆满报身佛国 所以这个妙国呢 就是指的 依着三弦十地来修行 成就了唯妙的佛国 也就是报身佛国 那这个常注 常注就是寒色于法身佛国 跟报身佛国 因为法身佛国呢 它是无始无终 是无始无终 常注 是常注 那这个报身佛国呢 当他的修德 跟修德已经圆满了 所以他就成就了报身佛国 那这个报身佛呢 是有始无终 就是到他成活的那一刻呢 他的报身佛就成就了 就开始成就 所以有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开始的时候 那么就没有中疗 就有始无终 所以这个报身佛国呢 也是成就了之后呢 就是常注 就没有中疗 所以这个常注呢 就是法身佛国也是常注 报身佛国也是常注 所以佛性常注妙国 也就是佛的三德密藏 已经圆满成就了 也就是成就了圆满的佛国 那如果有幻界的话 那前面说不得花菩提心 乃至于到最后 佛性常注佛国 也没有办法成就了 所以就一切皆是 一切都失去了 一切都失去了 那贤守国师他又把这个 国王位 转轮王位 比丘 比丘 尼 位 这个归为 凡夫 跟小圣的位赤 那么下面的这个十花去 十张仰 十金刚 十地 这个是大圣的阴位 这个佛性常注妙国呢 就是大圣的果位 换句话说 如果悔患了这十条仲介 世间的善华的果位 小圣修行的果位 乃至于大圣种种的果位 通通失去了 所以叫做一切皆是 那么不但如此 下面还说 堕三恶道中 那依着患罪的过失的 严重的程度 也就会堕到三恶道当中 低于恶鬼出生 或者二戒三戒 二戒三戒呢 就是依着选手国师说 就是由于他患罪 或者有轻重的不同 所以堕到三恶道当中的 所受的那个苦果 苦的果报的期限呢 也有所不同 也有长短的不同 所以有二戒三戒 种种的不同 那么多到三恶道当中呢 就不闻父母三宝名字 就多到三恶道当中 就是父母的名字 也听不到了 三宝的名字 也听不到了 那么选手国师说 父母的父母呢 就是有慈欲之恩 对我们有慈悲养育之恩 就是父母有这个恩情 那么三宝呢 三宝就是有旧父之恩 三宝是我们的归处 我们归三宝呢 就依着三宝的恩德 我们能够得到旧父 能够得到旧父 那如果多到三恶道当中呢 不但不能得到父母的慈欲之恩呢 不能得到三宝的旧父之恩 甚至于连这个父母的名字 跟三宝的名字呢 也都听不到 所以更谈不上旧父了 更不谈到慈欲了 这就表示 一点都不能够得到拯救 就是说换十条仲介呢 就会多到三恶道中 一点都不能够得到旧父 以示不应一意换 因为这一种缘故 因为是这一种缘故 所以不应该换这十条仲介 那么每一条每一条都不应该换 那么每一条当中为成许的过失呢 也都不应该换 所以以示不应一意换 都不应该换 这一段就是举出得失 那么下面的一颗呢 就劝学词 劝大家来学习奉词 如等一切菩萨 今学当学以学 如是实戒应当学 静心奉执 那么这一段就劝大家来学习 来持这十条仲介 持波罗提木叉 如等一切菩萨 就是在座 或者是佛在说法的时候 就是对这一些听闻佛法的人 就如等一切菩萨 或者是辗转 辗转传这个菩萨界 所有听到这个菩萨界的诸位 诸位仁者 那么所如等一切菩萨 今学当学乙学 今学当学乙学 这个就是指的三世 就是今学就是现在 现在是当学就是未来世 那么乙学就是过去世 那么这个有两种解释 那么贤首国师说 这个三世当中 就是指的我们每一个菩萨 在你过去或者已经学了这个菩萨界 那你现在还是要继续的学 还是要继续的来修行 因为菩萨道是长远的路 就是要一直依着菩萨界来修行 一直到成就圆满的火果为止 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学 那么未来呢 未来就是当学 未来还是要继续学 这是指同一个菩萨 同一个菩萨在三世当中 都应该学这个菩萨界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过去的菩萨他们如何依着菩萨心地来修行呢 也就是依着这个十重四十八清界 依着这个菩萨界来修行 那么现在的菩萨如果要修行菩萨道的话 也是依着这个菩萨界来修行 那么未来的菩萨他们要如何来 依着菩萨界来修行呢 一样是依着同样的这个菩萨界来修行 所以这个菩萨界是千佛所传 过去自从卢色纳佛开演这个菩萨心地之后呢 那就佛佛相传 都是传着同样的这个 这个放完经菩萨 这个菩萨心地法门 都是传同样的界 所以三世的菩萨也都是学同样的这个菩萨界 如是十界应当学 就是如上面所说的这十条众界就应当学 那么当然这十条众界呢 就是举出他的刚灵 举出他的大刚 他的重要 那么底下当然还有四十八清界 乃至于无量无边的心地界华 也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如是十界 就是举出菩萨界的刚灵 应当学 这十条众界是最要紧 应当都应该要执持爱来学习 敬心奉持 敬心奉持就是以恭敬心来 供奉执持 来供奉执持 因为这个是戒是成活的根本 所以我们应该都要以恭敬心 来供奉执持 来奉行 下面请翻到八十页 八万位移品当广名 这个就是种子后说 就是对于这十条众界 对于这十条众界 在八万位移品当中 会广幻的说明 会广幻的说明 当然这个八万位移品 在广幻经当中 就并没有传到我们东土来 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 这菩萨界的心地的法门 就是掌握这个菩萨心地 就是恭敬心 孝顺心 慈悲心 掌握这个心地 那么就在大海当中 饮一滴就能知全位 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菩萨心地 也就可以了解 这个无量无边的菩萨界华 是同样的道理 都是依着慈悲心 孝顺心 恭敬心的这个心地 来供奉执持 那底下我们再继续看四十八清界 就是十条仲界 就到以上了 就告一段落 底下四十八清界 四十八清界 它分为三大科 就是出总标二 别结三 总结 那么总标就是等于是 总标出这四十八清界 就是做一个总说 别结呢 就是每一条每一条 四十八清界 每一条每一条 各别各别的来解释说明 那么第三的总结呢 才是对于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来做一个的总说 总说明 那这个总标呢 我们就看第一大科 我们就看第一大科的总标 佛告诸菩萨言 以说十波罗提木叉境 四十八清 今当说 那就是佛就告诉诸位菩萨 诸位在座的菩萨说 以说十波罗提木叉境 已经说过了这个十条 保证将来可以得泄托的 这个十条界 十波罗提木叉 已经完毕了 境就是结束了 四十八清 今当说 四十八清 这个清呢 就是等于清 比较清的罪 清的戒 如果患的话 他就得清够罪 就是他的过患 是比前面要轻微 等一下我们就 就一起来看戒本书 对于这个清够的解释 就是四十八清 今当说 就是四十八清呢 现在就就就 就当来就准备要说了 就是现在准备要说 当来就往下 就会说到了 继续就会说到 那我们现在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书 就是法藏大师的戒本书 二百六十九月 那二百六十九月这个地方 法藏大师呢 他有解释说 为什么要治这个 这个四十八条清界 为什么要治这四十八条清界 他有治界的意义 有治意 然后后面呢 就接着说 什么叫做清够罪 那么也有说明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 一起来看 戒本书二百六十九月 在 是 第五行 第五行 就是 第五行的下方 出 治意 就是治界的意义 就是诸佛何故治此清界 诸佛为什么治这些清界呢 那么下面有说出六个理由 第一呢 为护世间起积贤故 为了护持 护持这个菩萨佛指 不要让世间的人起积贤的缘故 就是 就是 避免世间的人 对菩萨佛指起积贤 起积贤的这种缘故 第二个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光显菩萨出世道故 他就 他就能够明显的 这个光显就是明显的显出来 菩萨出世道的这个 这个道华 就在四十八清界当中 把菩萨的出世道呢 就更进一步的明显的表现出来 就是光显菩萨出世道故 第三个理由就是 唯细情臣 惜致断故 就是说 清界虽然是比较唯细 但是要致清界呢 就是把这个唯细的 这众生的情 情质对于这个情质的污垢 叫做情臣 对于在情上的染拙 这一些维系的染拙呢 也通通把它制断 通通把它 希望依着这四十八清界 进一步的支持 把这个维系的情质 也都能断除 第四个理由就是 调伏三叶 治三毒故 就是调伏众生的 身口一三叶 来制止 贪嗔痴 三毒的花生 以免让贪嗔痴 三毒越来越严重 所以就制止三毒 调伏生口一三叶 那么第五个原因呢 就是方便远护十重戒故 进一步的方便 护持十条重戒 所以这个四十八清界 清界都是为了护持重戒 以免我们会换到重戒 所以要制这个清界来还换 如果清界不换的话 那重戒是绝对不会换 所以它清界就是进一步的 缘就是进一步的护持十条重戒 所以要制这四十八条清界 来护持十条重戒 第六个原因呢 就是增长菩萨三具境界 那么依着这四十八条清界呢 让菩萨的色力于戒 色善法戒 跟饶意有情戒 这三具境界呢 都能越来越增长 依着这个四十八清界 越来越增长 这样 这个就是华藏大师对于佛 为什么制清界的理由 在这边说明 那么对于这个清构罪 清构为什么叫做清构呢 那二百六十九页倒数第二行底下 它又有辩明辩别这个名称 说清构者 什么叫做清构呢 就是减钱重戒 是以明清 说为了减别前面的重戒 跟前面的重戒 有所区别 所以在这里就叫做清 就叫做清 那可是 虽然它是清 可是还有所悔患呢 所以下面说 简易无患 简别 说没有患 因此呢 在这个清 清罪的地方呢 也叫做构 就是说 虽然它的罪过是比较清 但是它还是有所悔患 还是有所污染 所以称为构 那么二百七十页 二百七十页 这一边又有解释 说读污清静恨明构 说因为污染了清静的修行 清静的行门 所以称为构 因为对于清静的修行 有所污染 所以称为构 但是它的体非重过 所以称清 就是说这一种过失呢 它的本质 并没有达到失去戒体的 这一种重罪的过失 所以就称为清 所以就称为清 因此称为清够罪 就是说它的过失 没有像失调重戒那么厉害 所以称为清 那么虽然是清 但是在心地上还是污染的 所以称为构 就这个意思 那么底下又有解释说 善戒经 善戒经 还有地词经 这个清戒 总名图基罗 就是在善戒经 跟地词经 它对于 泛满经 菩萨界的 这个清够罪 在善戒经 跟地词经 它是称为 图基罗 那么在 于且菩萨界 就欢为恶作 欢意为恶作 那么什么叫做恶作呢 因为它的 所作所为 非顺理 并不是 顺合世间的道理 或者顺合着佛所说的道理 因此称为恶作 又做具过恶 顾名恶作 所做的具有种种的过失 有种种罪恶 所以称为恶作 亦有恶说 或者称为恶说 那么恶说是指语业 就是口业 口业的过失 那恶作呢 或者就是指的深业的过失 就是欢为恶作 或者是恶说 那么善生经 善生经就称为什么呢 就称为失忆罪 就称为失忆罪 为什么叫失忆罪呢 因为它望面所作 因为它望失了 它的正面 那造作了这一些行为 那么这些行为是 乖于本质 和它本来的 自向 自愿 有所违背 怪于自愿 故称为失忆 就失去 它原本所花的 那个意愿 所以换这种过失 就叫做失忆罪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是等于 就是把这些 不同的名称 都把它 汇通 汇集说明 就是 幻王经叫做清购罪 在善界经 第四经 它就叫做突击罗 在于且菩萨界 就叫做恶作 或者恶说 那么善生经 就叫做失忆罪 那么这一些 不同的名称 其实它是指的 同样的 都是 幻王经所谓的 清购罪 就是比较清的过失 就这样 我们先 我们就准备 进入我们 四十八清界的第一条 四十八清界的第一条 就是 不敬私有界 就是我们再换到八十一月 八十一月 不敬私有界 不敬私有界 这个 这个是这一条 界的 或者是它的名称 那这个名称 就是过去的 祖师大德 他们把它 把它加上去的 在菩萨界 本的文 并没有 并没有 第一不敬私有界 并没有这样的文字 是过去的 祖师大德 这样加上去 那这个 第一不敬私有界 这是在 隋朝 智者大师 就已经有立了 这样的名称 就是清界的第一条 叫不敬私有界 那这个在 唐朝的 法杖大师 也就是选手国师 他 他所立的名 叫做 清曼师长界 叫做清曼师长界 所以 在名称上 稍有出日 可是 所解释的这个内涵 就是我们的菩萨戒文 是一样的 菩萨的戒文 是一样 那 我们现在 就 请翻到 276页 276页 戒本书的 276页 我们 我们来看看 法杖大师 解释 这 清界的第一条 就 不敬私有界 法杖大师 叫做清曼师长界 看看 致意 276页 倒数第三行 倒数第三行 有致意 就是致界的意义 为什么要 致这一条界呢 那 倒数第三行 下方说 菩萨 理应 谦卑 敬 一切众生 旷与师长 则有清曼 伪行之甚 顾虚之也 就是 法杖大师说 菩萨呢 照道理 应该要 谦卑 自己 自己应该要 谦卑 那么 恭敬 恭让 一切众生 恭敬 恭让 一切众生 因为在菩萨的 心目当中 我们前面说过 说一切众生 晚辈的 都如同子女 长辈的 都如同父母 那么 都应该有 这个 孝顺心 慈悲心 所以说 菩萨呢 照道理应该是 谦卑 自己 要 敬仰 一切众生 长辈的 要恭敬 晚辈的 要 对他们 有养育之恩 就 慈悲 养育 一切众生 那么 何况 对于 师长 如果 有所 轻慢 的话 这就是 违背了 菩萨 恨 非常的 违背 乖为了 菩萨 所应该 做的 所应该 行的 菩萨 道 就是 对菩萨 应该 行的 菩萨 道 有所 违背 所以 要 治 这一条 界 那么 不敬 私有 也是 一样 对于 师长 或者是 同参 道友 如果不恭敬 不恭敬 的话 那么 有这个 焦慢 之心的话 那就 没有办法 修行 没有办法 修行 一切的 福慧 都没有办法 张扬 所以 更何况 菩提 佛果 就更 没有办法 成就了 所以 要治 这一条 界 因为 师长 有开导 之恩 这个 同参道友 有互相 切磋 琢磨 的 这样的 道义 大家互相 勉励的 这一种 作用 所以 如果不敬 私赏 的话 那就是 没有办法 行菩萨 道 没有办法 行菩萨 道 那 这个 不敬 私有 界 在 我们 八十一 月 八十一 月 后面 道数 第四行 就 义书 跟花吟 他有 解释说 为什么 要把 不敬 私有 界 放在 清 罪 的 第一条 那 这里 有 解释 说 修道 者 赖 师 而 教 修行 的人 要 依赖 师 长 来 教导 知有 而 福 要 靠着 同参 道友 大家 互相辅助 互相勉励 善 我所由尽 也 这样 这个修行 修行善华 善华的结果 才有办法 前进 种种善华 才有办法 增长 菩提 佛果 才能 才能够达到 如果 傲不可 掌 恍 以 尽善 如果 骄傲 自己 骄傲 的话 那 这些善华 就没有办法 增长 没有办法 掌养 善华 就 恍于 尽善 对于这个 善华的 精进修行 精进修行 善华 是有所妨碍的 顾列 居 四十八 之手 所以把 这一条 不敬 师有 戒 列在 四十八条 清戒 之手 就是说 如果要 修 菩萨 戒 华 那你就是要先恭敬师长 那尊敬这些统臣道友 那你种种的修行才有办法进行 所以列在前面 把这条戒列在前面 那我们看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 若活直 欲受国王位时 受转龙王位时 百官受位时 应先受菩萨戒 一切鬼神 救护王身 百官之身 诸佛欢喜 既得介于 生孝顺心 恭敬心 见上座和善阿瑟黎 大德同学 同见同行者 应起承接 礼拜问训 菩萨 缓生 教心 慢心 痴心 称心 不起 承迎礼拜 一一不如法 供养 以智 麦身 果成 男女 七宝 百我 供养之 若不而者 唤清够罪 那么上面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一条 清够四十八清戒的第一条 不敬师有戒 那若佛子呢 这是第一颗 就是举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 下面就说 欲受国王位时 受转龙王位时 百官受位时 说如果要接受国王位的时候 就是或者要登基 登基了做国王的时候 或者是受转龙王位的时候 或者是接受要登基做转龙王的位置的时候 或者是百官受位的时候 百官就是文武百官 这些大官 这些大官要接受他们的位置的时候 那么就说都应该受菩萨戒 那么为什么举出国王 转龙王跟百官 来做当基者呢 那这个依照我们的合注 合注就是欧主的解释 他说一切照道理说 一切受佛界的人呢 都应该敬重私有 就是说还真所有受菩萨戒 都应该敬重私有 当然如果推药广之 照世间的善法来说 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受菩萨戒 照道理师长同参道友 都应该要尊重恭敬 就是说反正行菩萨道的人 不可以轻慢任何一个众生 乃至于那微小的众生 猫啊狗啊 其实我们也都不能够 以恶心称心 那轻慢这一些众生 照道理说都应该是这样 那么受菩萨戒的人 当然就是应该要敬重私有 那这里呢 就说有爵位的人 更容易生起焦慢 就是这一些要准备要做国王 做转龙王 或者是做这个文武百官 那么这个也在高官高位的人 他们呢容易生起焦慢心 所以偶主呢 偶一大师他就说 偏举王及百官 作为教界 因为他们更容易生起焦慢心 所以就举出他们 举出他们出来 就是国转龙王 百官受位时 我们再请翻到八十二月 应先受菩萨戒 这一颗呢就是劝 劝应该要受菩萨戒 应该要先受菩萨戒 要登记的时候要先受菩萨戒 在下面一颗 这一颗就是明受利 说明受菩萨戒 他的利益 那么他的利益就是 一切鬼神 救护王身 那诸佛呢 也都欢喜 我们看下面的解释 就是受戒 则 虎必 虎必 幽明 所以鬼神救护 受戒了之后 就有鬼神的救护 又能 洪富 化化 又能够 弘扬 活化 那么 以活化 来度化众生 所以就 诸佛 欢喜 诸佛 欢喜 那么下面的花银 也就是莲齿大师的解释 莲齿大师的解释说 成上界 应受则 已有此意故 已有这样的益处 下面就是鬼神救护 那么所谓的鬼神救护 就是五界 善有二十五位善神来拥护 更何况这个菩萨界 莲齿大师他解释说 受了五界 就有二十五位善神 拥护 受了菩萨界 就有更有很多的鬼神 来拥护 来救护 亡生 那么 还有百官之身 那么诸佛欢喜 莲齿大师解释说 诸佛欢喜就是 这个界 这个菩萨界 是千佛流通 千佛所流通 为其普度 那么佛就希望 让这个菩萨界能够广幻的 利益一切众生 度化一切众生 那么今能受持 宁不欢喜 那么现在呢 这一些国王 转伦王 那么百官 受位的时候 能够来受菩萨界 所以这样这个菩萨界呢 就能广为流通 所以诸佛就欢喜了 诸佛就欢喜 那这一颗是说明受戒的利益 那底下再看一颗既得戒鱼 这就是以得到受菩萨界之后呢 生孝顺心 恭敬身 那么这就应该生起孝顺恭敬的心 那么怎么样孝顺心恭敬心呢 我们就看莲齿大师的解释 花银 说师呢 是生我化身 有父道渊 故当孝顺 说这个师父啊 这个师长 他能够掌养我们的化身慧命 那生起我们的 我们这个化身 所以他有父 有父的这个道义 有父亲的 对我们有这样的道义 所以应当孝顺 应当孝顺 那这个有呢 这个同参道游 他是帮助我们来进修善华 有凶道也 这个有凶道的这个含义 所以应该要恭敬 应该要恭敬 所以就是对师应该孝顺 对游应该要恭敬 还有底下就是师有不可逆 对师长或者是同参道友 都不可无逆 不可轻慢 所以都应当孝顺 对师有都应当恭敬 应当孝顺 那么在底下一颗 见上座 和上阿瑟黎 大德同学 同见同行者 应其成瘾礼拜 问训 就是 怎么样叫做有孝顺心 恭敬心呢 下面就说 见上座 看到上座 那么上座 我们那个合注的解释 他分为生年上座 生年上座就是 接纳 接纳比较高 接纳在我们之前 就称为生年上座 还有这个福德上座 福德上座就是 众所推进 大家都共推尊敬 就是他能够行种种 做种种福业 行种种功德 他做种种的善华 所以叫做福德上座 那么第三种就是 法性上座 法性上座就是 他自己已经正入圣位 他是一个圣人 他是正得圣位 这就称为法性上座 那么见到这样的上座 或者是见到和尚 和尚 那我们底下也有解释 和尚就是乌婆陀爷 此欢清教师 就是欢为清教师 或者欢为利生 那么怎么样叫做利生呢 就是由此人利 生我无漏庙界深故 就是由于 就是有和尚的力量 所以才能生起我们 无漏的这个戒华 也就是无座戒体 才能够生起这个庙戒华身 所以就称为利生 这就是和尚 那么阿瑟黎 阿瑟黎就有教授阿瑟黎 杰摩阿瑟黎 那欢作我们的意思呢 就是鬼幻师 鬼幻师 也就是教授我们的威仪 教授我们的种种诡则 这就是阿瑟黎 那么大德 大德 大德就是赞叹 这个人 具有很大的功德 他行种种善华 具有种种功德 就大德有大功德 同学呢 同学就是 中同一师 就跟着同一个师傅学习 就大家跟着同一个师傅学习 就是同学 那么同见 同见就是心同一结 那么心中有同样的见解 这叫同见 那么同行呢 就是生同一夜 他的生夜呢 都是 都是 做 都是 所做的 都是一样的 所行的 所行的 种种善华 都是跟着同一个师傅学习 所行的 也都是同 同样的 生夜也都相同 就是同行 就是说 都是行善 不造恶 都是同样行善 不造恶 那么看到 上面所说的 上座 和尚 阿瑟里 大德 同学 同见 同行者 应起 成瘾 礼拜 问训 那么底下就说 应该要做的事 应该如何呢 如果他是 做者的时候 就应该 站起来 应该起来 起来就表示 表示 恭敬 表示恭敬 表示没有 轻慢 之意 所以应起 应该起来 成瘾 成瘾 就是上前去迎接 上前去迎接 就是成瘾 礼拜 那么迎接之后 或者就是礼拜 恭敬礼拜 那么如果在寺庙当中 依照寺庙规矩 那么就私有来了 那么到大成瘾 就上前迎接 迎到大殿 礼佛之后呢 我们也要礼拜 礼拜 要接驾 礼拜 那么礼拜之后呢 就问训 这个 这个问训呢 当然 那个仪式的问训 也是问训 就是我们那个 问训的仪式 不过这里的问训呢 它更要紧的一个意思 就是种种的问好 种种的问好 就是远来 远途来了 那这个四大清安佛 这个有没有什么受风寒 有没有什么病 需要什么样的药 就是种种这样的问好 这样的问训 就是问好的意思 那问他有什么需要 问他身体 四大清安佛 种种 都应该要孝敬 这都是表示孝敬之道 孝敬之道 那么上面这一颗 是说明 看到种种的大德同学 都应该要如此 那么下面这一段 说 菩萨缓生 教心慢心 痴心 称心 不起成瘾礼拜 依不如法 供养 以致 卖身 国成 男女 其宝百我 供养之 这一段 就是不应 不应 就是菩萨 不应该如此 不应该如何呢 菩萨缓生 焦心 慢心 说菩萨缓过来 缓导 生起 这个 焦 焦慢 焦 焦 焦心慢 我们合著的解释 他说 焦就是 康治 康己 就是自己觉得很骄傲 自己觉得自己胜过别人 自己很了不起 这叫焦 慢 慢 慢 就是夫人 夫人 就是看不起别人 就是慢 慢他 焦 焦是焦字 慢是慢他 那 这个 这个焦 在文书 问经 就有八种焦 就八焦 或者是他胜壮焦 他自己比较 比较长得高大 胜壮 他就看不起别人 就胜壮焦 自己就焦傲了 或者是性焦 他是种性焦 他是比较贵性的 他就焦傲了 第三种 就是互焦 他是比较富有 他自己就焦傲了 第四就自在焦 就是他做种种事情都很顺利 很自在 他就焦傲了 第五种 就是寿命焦 他的寿命长 寿命比较长 他就焦傲了 就是寿命焦 第六就是聪明焦 他略有种种聪明 他就焦傲了 第七就是行善焦 就是说他稍微能做一点善事 就看不起其他的人 这就行善焦 第八就是色焦 就是他颜色比较美好 他就焦傲了 就是文书问经 有这八种焦 那慢 下面说慢 慢就是看不起 看不起其他的人 不管他是比我们差 或者是比自己好 他通通看不起人家 那么依着大比婆说论 就有七种慢 七种慢 我们就念念他的这个名称 就是第一种是慢 第一种是慢 就对于比自己差的人 看不起他 慢 第二种过慢 过慢就是跟我们同等的 那我们看不起他 就是过慢 那么第三种慢过慢 那更厉害了 比胜过我们的 比我们好的 我们还是看不起他 就是慢过慢 第四种就是我慢 我慢就是以自己 什么都以自己为主 这就是我慢 第五就是真上慢 真上慢就是为正德 这种果位 或者是为达到书 为成就书胜的得恨 自己认为已经正德 就是真上慢 第六种就是悲慢 悲慢 就是说他 他就 他也了解自己比较差 可是自己比较差 他还是有那种慢 就不肯虚心向人家学习 说你好你的 那你有什么了不起 他还是有那种慢心 不肯学习 第七种就是邪慢 邪慢 就是无德 自己无德 认为自己有德 邪慢 这就是欺慢 那总而言之 骄呢 就是自己以为了不起 慢呢 就是瞧不起他人 那这个底下的痴心称心 痴呢 就是依照我们的合著的解释 就是不知甚弦 就不知甚弦为痴 那这个痴呢 痴心的痴呢 就是心怀奋慧为痴 就是心中有不高兴的这种心情 那依照传奥法师 他说痴就是骄慢之音 痴就是骄慢之音 这个人就是愚痴 没有智慧 所以他才会骄慢 那这个痴呢 就是骄慢之国 他骄慢所 骄慢的结果呢 就往往动不动 一不顺心 就是痴 就生出这个痴 所以痴是骄慢之国 那当然这个骄慢痴痴 都或者是互为因果 互有因果关系 总而言之 这个菩萨呢 就是生起焦心 慢心 痴心 撑心 不起成瘾以礼拜 他就以这种种不好的心 他就看到师长 或者同参道友来了 他就不起来 那也不迎接 也不成瘾 也不礼拜 就是不起成瘾以礼拜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人 或者是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他都不如法供样 他都不如法供样 这个不如法供样呢 依照选手国师 他说 供样呢 应该要有三种供样 那如法的供样 第一种呢 就是恭敬供样 就是前面所说的 成瘾 礼拜 这一些就是恭敬供样 这是第一种供样 第二种就是 室供样 室供样就是 香花 香花 种种的 四式供样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种种的供样 这个就是四供样 那么第三种就是 行供样 就是如说修行 或者是师长有所教诲 或者是同参道友 他们 他对我们 有所切磋 琢磨 勉励我们 我们就照着这个佛华 如说修行 这个叫做行供样 所以 所以 法藏大师他说 应该要有这三种供样 这样才如法 那么 如果说 一一不如法供样 就是 在成瘾礼拜 恭敬供样 这一方面 他不能做到 那么在 香花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这四式供样 的四供样 他也 他也不 他也不做 那么 如说修行 的行供样 他也不照着来 来实行 这样就是 一一不如法供样 每一种 每一种 都不如法供样 或者是 对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 他都 他都 焦慢心 都 都不如法供样 那么 下面的 下面 还举出 更 进一步的 就是 我们课着 可以说 乃至 下面说 以至 卖身 国成 男女 七宝 百物 供样 之 甚至于 自己 卖 自己的 身 身 自卖身 等等 那 依照我们的 合注的解释 合注解释 下半段 以自卖身 等等 这就是举重 旷 清 就是 举出 这个 这个 最 难为 的 这些东西 都应该 把它卖了 来供样 这个 这个 师长 同参道友 那更何况 更何况 平常的 一般 供样呢 更应该 要做到 更应该 要做到 所以 这就是 举出 这个重的 说明 那 一般的 供样 事实供样 都应该 要做到 那么 举出 重的 有哪一些呢 就是 卖身 把自己的 身体 卖了 那 这个呢 就是通 在家 出家 之后 味的 菩萨 或者在家 菩萨 或者出家 菩萨 如果 没有 其他的 东西 来供样 的话 那 那 这个 依照 显守 国 是说 都应该 供样 没有 开源 没有 开源 你就是 没有任何 东西的话 你就是 把自己 卖了 也要 卖 也要 卖了 来 供样 所以 自卖身 这个 国城 国城 这个是 约 王位 指 这个 国王 来说 国王 他所 统领的 这个 国 这个国家 这个叫 国 那么 他所 去的 他所 在的 这个 城 叫做 城 所在的 这个地方 叫城 这个是 约 国王 来说 那么 这个 男女 男女 这个 选手 国师 说 是指 那个 本 寺院 的 男女 就是 他 本来 花院 如果 如果 没有东西 供样 他就 把 这个 把这个 他所 他所 有的 他所 恩爱的 这一些 男女 也要 把他 卖了 来供养 所以 就是 他 本 寺院 的 这些 男女 所以 卖的时候 就 没有 过失 这个 是 选手 国师 这样 解释 男女 是指的 本 寺院 指 男女 所以 卖的时候 没有 过失 还有 另外一种 解释 就是 另外一种 解释 就是 菩萨 菩萨 他是 众人 众行 他是 众人 情 所以 他 为了 恭敬 师掌 他就 破除 这种 恩爱 破除 这个恩爱 破除 男女的 恩爱 所以 把男女 也卖了 要来供养 那 或者 还有 进一步的 就是 破除 这个 赎情 那 为了 恭敬 这个 华 为了 恭敬 华 所以 他就 破除 赎情 的 亲爱 就是 破除 赎情 向 华 恭敬 华 所以 就 卖着 男女 那么 这个 男女 或者是 约 在家 在家 种 就是 国成 男女 这就是 只在家 种 他们 才有 才能够 卖 那么 底下 或者是 七宝 百物 卖 七宝 百物 来供给之 这个 七宝 有 伦王 的 七宝 有两种 意思 一种 就是伦王 的 七宝 第一 金 伦王 的 七宝 第一 是伦宝 第二 是 玉泥宝 第三 象宝 第四 马宝 第五 就 珠宝 第六 是 主 兵 城堡 第七 主 葬 城堡 那 这就是 伦王 的 七宝 把它 卖了 也要来 供养 四丈 那么 另外的 还有一种 七宝 就是 金 银 琉璃 玻璃 赤猪 车取 玛瑙 这样的七宝 那么 百物呢 就是 通一切 所有东西 一切 所有东西 能卖的 都要把它卖的 来供养师 这样 供养师 那这个 七宝 百物呢 七宝 百物 有另外一种 解释 就是 七宝 百物 它不是 卖的 来供养 是用这个 七宝 百物 作为 供养 之据 就是用这 七宝 百物 来供养 这是 有另外一种 解释 那 总而言之 菩萨 佛子呢 如果没有东西 供养的话 你就是 卖自身 乃至于 七宝 百物 也要来 供养师 长 供养师 长 和 同传 道友 那么 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么 重大的 东西 国城 难尼 都应该 卖的来 供养 更何况 你 现有的 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能 供养呢 所以应该 要供养 供给子 那么 底下 最后 这一颗 结罪 若不 而者 换 清购罪 如果不照 这样做的话 就 换 清购罪 换了 清购罪 那我们看 结罪 重清 结罪 重清 这一条件呢 它具备了四个元 就成立重罪 第一 私有 说是上座 或者是同见 同行 种种的私有 等 第二 就是私有祥 私有 他自己也知道 对方是私有 那么底下有六句 二重 二轻 无患 那么二重呢 就是私有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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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这两句是 换重 那私有 非私有 想 或者是非私有 非私有 想 这两句是无患 因为他心中 他心中 以为他不是私有 他心中真正认为 他不是私有 非私有 想 这两句是无患 那么另外两句就是 非私有 私有 想 非私有 私有 疑 这两句是唤清 那么这里的重呢 这里的重 也就是清构罪的本罪 不是前面那个十条重罪的那个重 这个重就是这一条戒的本罪 那这个清呢 这个清就是 就是稍微 罪再清一点点 那么虽然是清呢 其实这个重 其实这个重跟轻 通通通叫做轻构罪 若不而者 换轻构罪 所以这里的重跟轻 都是指这个四十八条 轻戒的轻构罪 不过在情节上 他有稍微有稍微有稍微重跟轻的不同 如是而已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重是指这个轻构罪的本罪 轻是比本罪 他的罪情 再稍微轻一点点 不过判罪还是一样清构罪 那我们底下再看第三个原 不敬心 就是有不共敬的心 那么底下分两种情况 一种若骄慢称恨 不起迎败 这个就是以这个不好的心 骄慢称恨之心 不迎败 就患然无奇 如果是懒惰懈怠 他这个人就生性比较善 比较懒惰懈怠 或者是无忌心 无忌心就是不分别 还胜施掌等等 他那个心是无忌的 不别施掌还胜 或者忘物 或者是忘记 或者是错误 误以为不是施掌等等 这就是患然无奇 这样不起成瘾礼拜 就患然无奇 那么底下八十四页 开源 有开源 就是若重病 如果患重病 若乱心 他的心是错乱 若睡眠不知 如果他在睡眠不知道 若听话 如果他正在听话的时候 这样不起成瘾礼拜 也不患 若说话 如果他正在说话来了 那不起成瘾礼拜也不患 若在说话众中 互说者心 如果在说话大众当中 他为了互持那个说法人的心境 所以不敢妄动 恐怕扰乱了他的心 这样不起成瘾礼拜等等也不患 若以方便令笔调胡 如果对方来的人 他有种种不好的习气 那么或者是他就是一向喜欢人家恭敬 有那一种明样 好明样 明文立样那种心很重 那么为了令他出离不善 处于善处 那么以方便来令笔调胡 这样不起成瘾礼拜也不患 若护生智 若护持大众生的制度 这样也不患 为了护持多人的义士 不起成瘾礼拜 不如法供养也不患 那么第四个言 不如法礼敬供养 那么因 不如法礼敬供养 那就患了这一条本罪 说应赢不赢 应共不共等 应该迎接不迎接 应该供养不供养等等 事成随事结罪 如果这样的事情表现出来了 那么随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都结罪 那么底下善事开则 善事开则 这一条戒为则不开 他说为则不开 或者是方便令调伏 亦得明开 方便令调伏 亦得明开 就是对于同参道友 或者令调伏 亦得明开 那艺术果报 艺术果报 或者私有知事 是得到大因缘 是全换横 不敬 则永失法力 磨所设持 说这个私有 是我们的善事事 是我们修道的大因缘 是成就我们的 还恨的因缘 如果不恭敬的话 就失去种种佛法的利益 就被魔所设持了 如果恭敬的话 敬则常遇善言 如果恭敬的话 就能常常遇到善因缘 成就佛法 就能成就佛法 所以我们修行人 常常有这一种恭敬心 有这一种善良的心 那么终究 就是比再愚笨的人 也会碰到好的因缘 那么就会得到贵人 善人之刀 就善之士的之刀 就能成就佛法 那么以上这一条罪 也是七众同志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条 饮酒戒 清戒的第二条 饮酒戒 饮酒 我们请欢到戒本书 戒本书的283页 283页倒数第三行 说酒 为什么要治这一条戒 致意呢 就是酒为昏狂之药 酒是让我们疯狂的东西 重过由此而生 种种严重的过失 都因为酒而产生 字论有三十五失 大致论说 酒有三十五种过失 多论能造四溺 沙伯多论说 能造四溺之罪 为除破身 就是五溺当中除了破破身戒 破和合身戒之外呢 那么其他的四溺都因为酒 能够破 能够造这种溺罪 为过之圣 所以他的过失非常大 所以要治这一条戒 要治这一条戒 那这个酒呢 酒就是饮了之后 会醉人的东西 称为酒 那么饮这样的东西 称为饮酒 那么佛治这条戒 告诉我们不可以饮酒 所以称为饮酒戒 我们看本文 若佛治 故饮酒 而酒生过失无量 若治身手过酒去 与人饮酒者 五百事无首 何况治饮 依不得叫一切人饮 及一切众生饮酒 况治饮酒 一切酒不得饮 若故治饮 教人饮者 换清沟醉 以上是我们 情戒的第二条 饮酒戒 若佛子 这就是飙人 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 故饮酒 而酒生过失无量 说故意饮酒 那这个 这个故饮呢 就不是 就不是 误错误而饮 它是故意饮 那 那因为在我们的律上 它有开源 如果患重病 没有别的药 必须要用酒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患 所以除了这一些 开源之外 如果故意饮的话 就是 就是这里所谓的 故饮酒 而酒生过失无量 酒能够产生 种种的无量过失 那这个过失 过失无量呢 依照我们的 莲子大师的解释 他说 非但三十五师 三十五师是大致的论 上面所说的 三十六师 三十六师是 四分律上所说的 还有律中又明时过 律中又说明十种过失 就是四分律上的十种过失 我们在前面那个 孤九戒呢 已经说过了 就是十种过失 就是颜色恶 第二种就是利弱 第三 眼视不明 眼睛看不清楚 第四 现称灰相 现种种称灰之相 第五呢 坏田业之生华 就是他种种事业 就没有办法做 第六呢 增治疾病会生病 第七 易斗诵会生起斗争诉讼 第八 五好名称 恶名流布 就是没有好的名称 他坏名声呢 就到处流传 第九 智慧减少 就是 酒是失智慧总 喝了智慧减少 第十呢 生坏命中 堕恶道中 所以这就是 生无量的过失 种种的过失 那么底下说 若自身手过酒气 与人饮酒者 自身手过酒气 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手 拿着这个酒气 酒杯 装着酒 拿过去 生过去 给人家喝的话 这就叫做 自身手 用自己的身上的手 自己的手 拿着酒气 拿过去 让人家饮酒的话 那么会有什么果报呢 下面就说 五百事无手 就五百事 会得到没有手的果报 何况自饮 何况自己饮酒 那一样的 会有这种种的过失 那么五百事无手 那我们的书上解释的第二行 说无手者 无手者不必尽是人中无两手 说不完全是人当中没有两只手 包括这些蛇 蚯蚓 泥丘 扇鱼 这一些都是没有手 没有手的果报 像蛇 泥丘 这些都是没有手的果报 所以这是五百事无手的果报 那么如果依照这个华言中的出足 杜顺禅师 他对于这个无手的解释 他说因为那个畜生通通是脚 四肢都是脚 所以就称为无手 这个是杜顺禅师的解释 因为都是脚的缘故 所以称为无手 也就是四肢都是脚的畜生 那一种果报也是无手的果报 何况自饮 何况自己饮酒 不应该自己饮酒 那么底下再去看下面一颗 亦不得叫一切人饮 及一切众生饮酒 说也不可以叫一切人饮酒 这是指人道 人道的众生 不可以叫一切人饮 及一切众生饮酒 一切众生就是其他 处人道以外的其他众生 也不可以让他们饮酒 像那个阿瑟士王要害活的时候 他就把酒给那个大象喝 那么酒喝了大象之后 他就是想让这个大象醉了之后 再去害活 本来那个大象如果清醒的话 他是不敢害活 也不会害活的 那么他就是让他喝酒了 让他昏醉了 然后再让他去害活 所以说这就是一切众生饮酒 不可以让一切众生 像像啦 猕猴啦 狗啦 种种一切 一切其他的众生 都不可以让他们饮酒 况自饮酒 何况自己饮酒 都不应该 一切酒不得以饮 一切的酒都不可以饮 我们前面说过 说酒有五谷所做的酒 还有这个花果所做的酒 还有药草所做的酒 有这三种 还有其他的一切种种酒 喝了会醉的 这一些一切酒都不可以饮 这一颗就是自不应该 那么底下就举灰结果 若故自饮 教人饮者唤清够醉 如果故意自己来饮的话 就是说他清楚明白 知道那个是酒 喝了会醉 他还故意来饮 教人饮者 或者是教别人来饮 知道他喝了会醉 教别人来饮的话 就换清够醉 就换了这一条 清界的第二条 的饮酒界的过失 那我们看底下的 结罪重轻 此界被誓言成罪 具备四种言就成立罪过 第一是酒 所谓酒就是喝了会醉 这个就叫做酒 那么第二种就是酒饮 酒饮 他也知道那个是酒 知道他那个是酒 那分六句 六句 二奄奄结罪 二清够罪 无患 那这个就是酒 酒饮 这个是奄奄结罪 还有酒酒疑 就是说他是酒 你知道他是酒 或者是他是酒 但你不能够确定他是酒 但是你还是喝了 就这两句是结本罪 结这一条罪 那么其他的两句 酒 非酒饷 非酒 非酒饷 这两句是无患 还有另外的两句 非酒 酒饷 非酒 酒疑 这个就是比较轻 又比较轻的罪 不过还是结清够罪 那么第三个成立这条罪的缘 就是有隐心 他有隐的这个心 有这样想要喝的心 第四呢 入口 如果入口了 就成立这一条罪了 就奄奄结罪 就是说一口一口就结一个罪 一口就结一个罪 若教他隐 如果教别人隐的话 奄奄二去结罪 他喝一口 两个人都结这一条罪 再喝一口 两个人再结这一条罪 一口一口都各个结罪 底下的开源 并非酒不了 可以开源 就是说生病 没有酒 就没有办法治疗 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药 只有靠这个酒 才能治疗的时候 才可以开源 才可以开源 那么底下的善事开则 善事开则呢 就如莫利夫人士 那么莫利夫人士 这就是有个故事啦 就是莫利夫人 她为了救那个厨师 所以她就喝酒 喝了之后 她就请示佛 说这样换不换 佛说你为了救人 这样不换 不但不换 还有大功德 还有大功德 这就是善事开则 这个不是她自己 不是她自己愿意饮 因为波斯尼王 波斯尼王在平常就常常要找这个莫利夫人 一起来饮酒作乐 莫利夫人都拒绝 都拒绝 就是在那一回 波斯尼王很生气要杀这个厨师 在那种情况之下 莫利夫人才带着酒肉啦 带着这一些宫廷里面的妓女啊 去讨好这个大王 熄灭她的这个怒气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才喝的 所以佛说这样是有开源的 没有过失 有功德 因为她救了人的命 所以有功德 那么底下再看义俗果报 义俗果报 就是饮酒之醉 有五百国 有五个五百的果报 第一个呢 就是五百世在咸昭地义 最初的五百世在咸昭地义 咸昭地义 可能就是那一个大潮里面 都是那个咸 一些咸的东西 她就在里面受苦 你既然喜欢喝酒嘛 你就到里面喝 喝喝喝喝喝就较有了 就是喝喝喝多一点 就寻找地义 第二五百呢 在废死地义 在那个沸腾的那个死尿的地义当中 到里面去受苦 第三个五百世呢 在区区虫 在剁到区区虫的这个地义 第四个五百世呢 在盈瑞的地义 它就剁到盈瑞当中 或者是作为苍蝇 或者作为那种小小的 类似苍蝇的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虫 那一种虫的 那一种银的果报 第五个五百呢 就是在吃热无知虫的果报 得到吃热无知虫的果报 譬如像蛇啊 蚯蚓啊 这一类的 就无知虫的果报 最后的这个五百世五首呢 这个这里说 我们那个文 文说五百世五首 那个是举第五个五百世的五首 就是举最后那五百世的果报 就是换句话说 前面还有四个五百世 更厉害 更苦的那一种果报 还没有说出来呢 所以说不应该饮酒 不应该饮酒 那么这一条戒 也是七众同志 都不要换 那么在彰化白云寺呢 他们有人问说 我们在这个做菜的时候 譬如是做一些菜 他要放一些酒啊 才有那个味道 或者是比较好 或者是煮汤的时候 蹲一些汤 就放一些酒 那个酒放下去就没有味道了 这样可不可以啊 在律上来说 这个没有必要的一切酒呢 都不应该用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个酒你就是要当药 还是要在没有别的药的时候才可以用 所以说在不必要的时候 这个酒呢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没有开源 我们何必因为 为了这个味道 因为这小小的味道 而失去这个佛法的利益呢 这样就得不偿失 所以一切酒呢 也都不要用 煮菜煮汤也都不要用 乡下文长 福以来日 回乡